日本上去是让奥拉斯加先中 然后就会到加州 科学根据等资讯 暗道 中国大陆一般估计是240天会蔓延 就是中国周边的海岸 那韩国当然也中 我觉得这个事情已经越来越清楚了 就是日本政府纵容东京电力公司 用最便宜的方案排放核废水 那事实上它是核处理水 它是有核污染性质的水 那东京电力公司当年有提出5个方案 那日本政府容许它用最便宜的方案 那我想问 那既然大家反弹成这样 现在刚开始排不能喊咖吗 没有这个岸田也有面子的问题 不能排三天就咖是不是 没有错这个已经变成是政治了 那政治就是在角力 那比如说韩国有四个议员就跑去辅导 那结果日本就同意说 不然韩国你们每两个礼拜来查一次 就他要现场查验哦 因为他们现在在抗议说 你现在给我们每天的数据 都是东京电力公司提供的数据 我为什么要相信你 校长今天撞撞自己 所以他就说我一定要去现场看 结果因为韩国去了四个国会议员 所以日本就让步了 说你两个礼拜来一次 那东京电力公司也说中国大陆你不要对我这样 那中国不理他 现在就僵住了 那中国现在立场很硬嘛 就说你自己看着办吧 我觉得日本就有点吃定啦 因为他本来想说了不起就是福岛周边十个县市被制裁嘛 就哪里知道中国是全日本都不行 没想到事情搞这么大 那本来他们评估啦 就是说输往中国的是八百七十亿 八百七十亿日元 22% 那香港有另外20% 那中国大陆这一段如果是福岛周边 那那个因为那个高级海鲜是北海道过去的 那个是四百三十亿 那现在就中啦 就零耶 对啊 然后福岗也中啦 就他们本来想北海道跟福岗大概没事 就九州嘛 那另外还有另外一个就是 就在技术的解决方案上是有方案的 是你日本政府让他用最便宜的方法 那中国跟俄罗斯在排之前也说 不然你就把它证为蒸汽嘛 那成本要十倍 可是即使是提高到十倍 以目前的经济这个反制看来 日本的受损可能还高于那个十倍的处理方案 所以我认为是岸田犯了严重错估 像这边啊东电啊东西电力公司 他不是就开放媒体去参访吗 央视记者就很会问问题 他就直接问 那你们当初没有考虑到刚刚亮哥说的 别的方案吗 有啊 东电也很老实的表示哦 他说我们从头到尾就没考虑过 核废水排海以外的办法 应该都核废水 不是这样 当初他们有提出技术方案的评估 那他这个已经 这个已经到决策阶段了 他当然是跟日本政府说用这个方案 因为这个最便宜嘛 事实上你应该感到意外的是 日本政府就这样同意了 对 因为那个时候真的各界都在讨论 日本也不是没有这方面的专家啦 所以也有那个方案是要打到地里面的 就是要放得很深啦 就把它买下去 买起来深买 那那个价格就是很贵嘛 那中国大陆跟欧罗斯不是提出你把它蒸发掉 这也是方案啊 就你没有排海水的问题嘛 可是就是我坦白讲我是严重怀疑 东京电力公司有捐款给自民党嘛 我认为这里有政商勾结啦 因为他允许他用最便宜的方法 对 但现在变成日本要省钱 然后呢全世界买单 不是日本省钱 东京电力公司省钱 对 东电省钱 对 因为中国政府把它定位为核污水嘛 那一般估计是240天 就会到中国的海岸 所以那个东北东海大概就全部都进来了啦 那所以坦白说啦 他们现在在做的一个 是一个超前准备的抗议啦 就是你现在排的量还不大 我就要大声喊出来 那引起全世界的注意 如果不是中国 我坦白讲日本还不会理你呢 因为你够大嘛 对 所以俄罗斯他也表示 说我们会用最严格的标准 来审查日本的水产品进口 他是没有进啦 可是他说他会用最严格的标准 那这个的麻烦在哪里呢 就是还没有发生 因为他还没有到中国啊 那到台湾呢 到台湾大概要一年半以后 但到中国也很快耶 两年的时间 没那么慢 没那么慢 240天 2年之内 一年内啊 240天 涌照全中国海岸 全中国那当然要久啦 我想还是会 到进入中国的海岸是240天 那事实上 我觉得这个戏是这样啦 这个刚刚韩兵讲的 我是蛮同意的 他这一波就是 他要先放17次嘛 那就这个月大概就算排完了 那17次 但是我看日本政府不会停啦 因为岸田也有他的面子 可是你到了阿拉斯加 你试试看 看你会发生什么事 阿拉斯加也有渔民啊 如果阿拉斯加撤出来 但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撤啦 到时候那个布林肯 跟拜登 我看你能不能坚持你原来的立场 因为这个会牵涉到渔民跟环团 基本上都是亲民主党的 他们都反对嘛 所以我讲白了啦 这个事情 有可能会有一种落幕的模式啦 就刚刚韩兵讲的 就他大概排了17次之后 然后就假装忘记了 就不再排了 然后用别的理由来说啦 那当然如果他继续排 那这个中日的民众的情绪 就会越来越严重嘛 而且现在是还没有真的到 中国的海岸嘛 对 如果到了 让我看问题大了 对 如果到时候撤出来 有些人会求偿啊 干嘛啊 要求政府主持公道啊 又来一波 因为那个是真正的有受害者 你知道吧 我们现在是预期到未来会有受害者 所以我紧急跟你抗议嘛 那我就先停止进口嘛 可是 他真的进来海岸的时候 对不起啊 这个没有办法恢复耶 对啊 到时候再说什么都来不及了 都来不及了啊 是啊 提前买是因为以后怕不能用 所以就提前买 一辈子的量先买起来 因为还没有到啊 你刚刚不是讲大概要两三百天 才会到这边吗 所以趁我们韩国周边的海岸 还没有被核污水污染之前 所以目前这个地方的海岩还可以用嘛 像中华大陆我昨天看到 在青海周边啊 有人在买那个青海的盐啊 那一整袋跟米袋一样大 对 就这样一袋一袋扛回家 这个 我们台烟也是啊 我昨天就在全家便利商店 看到有人买两包盐 那五股盐上的盐 大家半夜会不会抽 说他要回家这个 腌猪肉这样 不管啦 我昨天也买了两罐盐 我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就是一波一波 民众的担心 对 你不要以为绿台没有播啦 我跟你讲 这种新闻如果越来越多 连美国阿拉斯加渔民都开始 忧虑的时候 你绿媒会不登吗 没有啊 美国已经开始在抢盐了 美国的好事多卖的盐 因为这个大陆很多人在做代购 所以他们在美国已经开始抢 我相信当地人会有感觉啊 你怎么突然间盐怎么卖光 你讲的可能是大陆的 代购的 美国的人 但其实大陆他们明明是有井盐 就跟海无关的 对 但是民众还是照强 青海那个湖 那个盐盐非常之大 那接下来可不可以 就是行销全球 卖去南韩 这个不 是他们喜欢海盐的味道 所以主要是他们担心 以后海盐不能用 韩国并不是没有盐 是他们喜欢这个口味 那未来会不好用 事实上 有一些西餐是一定要用海盐才好吃 雷蒙多 当然不是直接牵线的 因为如果一切顺利 那就是王毅要去美国一趟 那王毅要见的就是苏利文 所以真正牵线 会是第二名 就是王毅跟苏利文 怎么轮得到他 拜托 雷蒙多 事实上是罗德岛的州长 那是美国非常非常小的一个州 那他是律师出身的 所以基本上他对科技战 根本就不懂 主要就是副局长的国防部 过来的在处理 根本就不是他 事实上美国商务部长是很大的 那个像川普那个时候是科恩 那个科恩 那个是华尔街有名的并购大师 身价超过10亿美元 所以雷蒙多这种咖根本就是 就类似我们台东县 处理中小企业那个级别的县长 你知道吧 所以科技战这种议题 他根本就是不懂 所以完全都是被交办的 来传话的 我认为他根本就 他就是被交办几个议题 比如说他来 他要待四天嘛 然后他要建美国商会 因为美国有很多是金融服务业 那现在在中国大陆 在做公事调查 出现了很多彩虹线的状况 所以他们都不知道怎么办 因为中国大陆刚通过反间谍法 那你如果去调查高科技公司 或者是军工 有业务的公司 那很容易踩到红线嘛 所以他们几乎都停摆了 就是我们知道 那个期管顾问公司 你总要做一点统计啊 做一些这个资料的收集嘛 那他们都是拼用在地的中国人 结果现在在地的中国人都不敢动啊 所以雷蒙多第一个问题是要解决这个问题 阿哈佛大学最近也有一份报告 搭练雷蒙多过去的这个 无法脱钩中国根本是白忙一场 因为他说美国最终没有办法减少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 因为那个本来就不是他弄的 就是那个副局长 那个副局长就是国防部来的嘛 这个坦白讲就是拜登的大战略 我不认为是雷蒙多啦 雷蒙多只是一个执行者而已啦 那真正决定要进哪些 尤其是去年10月21号那个半导体制裁 就完全是那个副局长提出来的 那个才是专家啦 那没有错啊 就是最近市场越来越多这样的报告啦 就你科技账搞了半天 结果呢东西都变贵了 而且供应链都变得不确定 所以搞来搞去对美国并没有什么好处啊 是啊没有错啊 然后也没有把人家打死啊 就是更多的是发现 比如说就是我们以前讲的嘛 以前都是made in China嘛 那你现在去阻止中国出口的东西 结果他就移到东南亚啊 移到墨西哥啊 那还是一样made by China 对 就是中期就到全世界各地 总的来讲中国企业在全世界扩大了力量嘛 嗯 那你当然可以说啦 他在中国减少了雇佣 所以中国现在赤字比较 那个失业就比较严重嘛 可是你如果就企业的力量来讲 中国的企业并没有减少力量啊 嗯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真的很有用啊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Go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